大家好,我们啊,接着上节课,接着往下讲 上节课,我们分布设计啊,还没讲完 今天我们就接着往下讲 上节课啊,我们实现了一个什么功能呢 就根据服务端把一个Token写到了Cookie当中 然后呢,客户端在随后的访问当中 携带这个Cookie 我们的服务端啊,就通过这个Cookie里面的Token 就能够找到我们的Token对应的用户 但是啊,这里还有个小问题啊 就说,我们容器当中的Fashion啊,是这样的啊 你如果说,你在10点钟访问了 假如说,你的Fashion的有效期是30分钟 那么,你的有效期啊,应该是到10点半,对吧 但如果说,你10点10分就访问了 那么你的有效期应该是到10点40 对吧,始终是说,它的有效期是你最后一次 再加上你的Fashion的过期时间 那么我们如何来实现这个功能呢 OK,其实啊,也很简单啊 看到这个方法,我们的Get by Token 也就是说,我们在通过Token啊,获取用户信息的时候 这个地方,先不要着急返回啊 再做一个操作,延长一下有效期 就OK了啊,那如何延长呢 所谓的延长呀,就是说,我们重新把缓存里边那个值给设置一下 然后呢,重新生成一个Cookie,给写出去就OK了 实际上,跟这段代码是一样的啊 但是,现在我们重新的发布一下 重新的发布一下 Response 啊就OK了 所以啊,这里啊,我们就,复用一下这个方法 实际上调的是同一个方法 那有什么作用啊 就是刷 我们做这个通过有什么作用呢 两步 第一步是重新往缓程里面设置一下这个值 第二步成成一个新的Cookie 实际上就达到了延长我们有效期的一个目的 是的 我们需要传议啊 Xbox对象进来啊 对吧 那就达到这个目的了 之前把编译问题先给它通过 修改一下我们的代码 Xbox 看一下 给它把token 好似的有个小问题啊 我们需要判断这个用户是否唯空 就不唯空的时候我们才做这样的判断啊 如果唯空我们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了 因为本身它不是一个合法的一个token啊 OK 我们这样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对吧 这样就可以了 至此为止呀 我们这个分这个功能啊 基本上就已经实现了 但是呢 你有没有感觉我们实现的不是特别优远呢 比方说 举个例子 在商品里边啊 还有一个方法 叫商品的 详情页 对不对 比方说我们叫2detail detail 这个是2detail的啊 很明显啊 我们在商品的详情页里边 有时候也需要这个用户信息 对吧 我们很明显要知道 这用户是不是已经登陆了 所以说啊 为了获取用户信息啊 我们同样也得需要加这两个参数 然后呢 做这一个判断 到了商品的详情页呢 又到下一个页面的时候呢 我们还需要做这样的判断 对不对 不会很烦啊 然后呢 还说我们的老话 我们的实践很宝贵 那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工作给省掉 那如何省掉呢 这块啊 我先不做了 先给它 返回一个空吧 对吧 我们先不做啊 先删掉吧 肯定是有简单方法 对不对 这里啊 我们就介绍一个 详细点啊 如何来实现 这个功能 我们想啊 对中我们应该实现一个什么功能呢 诶 假如说 我们就直接在我们的 方法参数上 把我们的优质给 输进来 是不是非常方便 这样就 看啊 我们的目的啊 实际上这个 然后这些东西啊 就都不要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优质 都已经有了嘛 诶 这样是不是就很清爽了呀 我们直接把优质的对象 输入到我们的 方法里面来 那么如何来实现这个功能呢 很简单啊 首先第一步 我们是需要相当于是实现一个 叫 argument resolve 但是argument resolve 怎么来实现呢 需要重写啊 我们这个 实际上是MVC框架里面啊 帮我们带了一个东西啊 OK 我写出来 大家就一看就明白了 新建一个包 叫config 然后呢 这里边啊 我们新建一个 比方说我们叫webconfig 这里边啊 它是一个config reset 它是一个配置 然后呢 我们这个config 需要继承一个东西 叫webmvc config adapter 我们看一下这个adhibit里边啊 都有什么东西 首先看一下 它有content negotiation 这个是说是内容协商的 就是说我们 为什么可以把一个对象 直接当成json输出出去啊 就这个方法起来造用啊 它的复理里边已经帮你做过了 然后呢 再看下一个 叫severly handling 就是干嘛的呀 这应该是 叫默认的severly handling 应该是一些 做路径映射之类的吧 这个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这是一个formeter 然后呢 intercept 这个我们很熟悉对吧 这也是我们常说的 拦截器啊 resource handler 诶 实际数据器 cr curs mapping 这个就是说做那个 跨域的对吧 这是什么view control了 这里面很多啊 我们需要有哪个呢 就这个啊 我们需要这个 叫argument resolve 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是这样的啊 是3MAC我们刚才说 它的curs的方法里面啊 可以带很多参数 比方说request呀 response呀 model呀 那这些参数怎么来的呢 它的值是谁给它付的呢 就这东西啊 比如说框架 回掉这个方法 往我们呢 curs的方法里面的参数 给它复值 有这东西啊 我们这个功能 可能就很好实现了啊 只需要便利 有没有方法的参数 看看有没有这个 类型的参数 如果有 我们就把这个值给它设置上 就OK了 这里边啊 我们就给它 搞进来啊 然后呢 argument resolve 这个argument resolve 实际上它已经有一个值了 实际上我们是需要添加一个 对吧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 argument resolve 那么 添加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就解析那个 有的类型的啊 比方说我们就要 user argument resolve 既然是一个reserve的话 它应该实现哪个方法呢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就能看出来了 它是一个interface 我们实现这个接口就OK了 看一下我们接口里边有哪些方法 哎 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说supportparameter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这样的啊 parameter type 就是说它获取我们这个参数的一个类型 什么类型啊 也就是说我们判断 如果说你这个类型啊 是我们的有啥有的 我们就返回一个处了对吧 我们如果说遇到 你这个类型是秒杀优质的 我们才会做下面的处理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参数 我们就不做这个处理了 这里边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很简单 就是把我们这里边这一套东西 整个这次逻辑判断 都放到这里边来 先第一步 把我们的request和response给取出来啊 getnative的request啊 这是我们的hcp starlator request啊 ok 它取出来啊 就是我们的request啊 当然我们还需要response啊 response啊 有了request response 那我们这个东西就很简单了 对吧 就直接把代码copy过来就可以吧 基本上写一下吧 首先我们从param里面来取的吧 param里面取我们的token request啊 getnative的 这个不要写死了 还是用我们那个 这个东西 用我们定义的长连 然后呢 我们还有有一个cookie token啊 下一个方法 改cookie value吧 根据我们的cookie name 取我们的cookie value 当然还是从request里边来取的 先不着急做啊 然后呢 如果说取到这两个值之后呢 我们做一个pand 如果说他们两个都是空 代码就一样了 对吧 都是空 我们就什么也不做 把握一个native 然后呢 如果说有一个不是 哎 取出我们的 都可以来 然后呢 根据token 获取我们的秒杀优质 这里接收 return就可以了 哎 这里还需要一个service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service 给输入进来 必然你做一个service 让本身 你也得需要 让框架给你 管理起来 对吧 service吧 然后呢 生成一下我们的getcookie value这个方法 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我们便利一下request里边的所有的cookie啊 getcookie s 然后从里边找我们所需要的那一个游戏了 这就很简单了对吧 做一个货行环 如果说我们 如果说我们 2k的getname 看我们这个是一样的 好 我们直接返回这个 这个 就可以了 OK 这样就OK了 那我们这个方法就写完了 然后呢 把我们这个resolve啊 注册到我们的config里边来 同样啊 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个resolve啊 给注进来啊 这里直接把它 ad in the uk了 OK 这样我们这个功能啊 就完成了啊 清一下代码看看能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啊 哎 很明显是吧 都不需要了 resolve是不需要了 但是我们的model还是需要的 U的是需要的 这种东西啊 都不要了 OK 拜拜 代码是不是瞬间就清爽了很多呀 然后我们 好一下 看一下对吧 真的能实现吗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login 还是login也开始躲啊 登录 稍等一下 OK 然后呢 点登录 哎 果端异常 看一下为什么会异常呢 没有打出来对吧 OK 不着急 我们这里啊 因为我们的异常拦截器里边啊 好像是并没有把异常的详细信息给打出来 对吧 我们把详细信息啊 打出来 看一下就OK了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重新来跑一下 出了问题很正常啊 不要慌 我们调一下就可以了 再多一个 调转 看一下我们服务端的输出 好 这里有一个空子针啊 看一下为什么会有空子针 79行 空子针的话是说我们呢 Response是空子针对吧 Response为什么会是空子针呢 看一下哪里掉到我们的AdCookie的啊 好 这里边看我们的Response 这边 然后呢 我们的GetByToken的时候啊 好 明白了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啊 在GetByToken的时候啊 它的Response可能是一个空的 对不对 个Response 哦 我们这个方法写错了 这不是GetNativeRequest 这是GetNativeResponse 然后我们重新来运行一下 OK 登录 已经过去到了 对吧 现在也就是说我们这个Use Argument Resolve 已经起作用了啊 然后啊 看一下我们刚才 Ctrl里边的代码 就是比原先要少很多了 它的业务逻辑挪到哪去了呀 都跑到我们的Config里边来 这个Use Argument Resolve里边来了 也就是说如果说假如说以后 我们这个获取Session的方式改变了 只需要在这个方法里边做调整就可以了 所有的业务代码都是不需要做任何调整的 对不对 这样有什么好处啊 很明显啊 不用说太多了 这次位置啊 我们第二章就已经讲解完毕了 重点啊 我们这个FameBossFashion 这个功能啊 也已经讲解完毕了 然后啊 从下一章开始啊 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的 秒杀这个场景啊 我们正式来实现秒杀这个功能 OK 今天啊这节课 我们先到这里 下节课继续讲 下节课